来来来来来来来 慢点 太好了 把这也扛走 慢点慢点 二叔 辛苦 这是暴露军总部来的命令 首长怎么说 首长对这次袭击现成 给了很高的评价 这不 还要给参加袭击日本军火库的战斗人员 通报嘉奖呢 这可是个好消息啊 报告 报告指导员 司令员命令你明天早上跟何欣国连长去司令部报到 大家先往这边放 哎好 轻点轻点轻点 快快快快快 把太前的往那边放 好嘞 慢点 我说你小子穿上这身狗皮 我怎么看你怎么像个鬼子 少废话 赶紧干活干不完的话 通通撒了撒了去 呦呦呦呦呦呦 来小生大祖借个花 往那边靠点 哎 轻点放啊 轻点放 轻点看 呦好家伙呀 司令员找了这么多东西 还有呢其他全在外边 司令员发来电报了 明天 在小汪庄给你们举办一场表彰大会 这有什么好表彰的 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日本人抢过去的 只不过是被我们抢回来而已 我看司令员呐 是怕咱们把这些物资独吞了 我看你小子怎么欠揍啊 小山我告诉你啊 又是不开这个表彰大会 这些物资也要如数上缴 这是纪律 另外你看啊 那些粮食 那都是小鬼子从老百姓手里抢去的 咱们必须给人还回去 你说是吧 对 大船小山 回头啊 清点完毕以后 把这些枪支弹药全部撞车 赶紧给司令员送过去 是 抓紧 我喝 郑伟同志 辛苦 辛苦 郑伟 辛苦了 真是太辛苦你们了 郑伟您看看 这些是新的 货物都在这儿呢 太好了 嗯 新国 这次你们干得太漂亮了 好啊 走 进会场 大家都捣着你们呢 不是 这个就不用表彰了吧 怎么 害怕了 也不是 哎呀 走走走走走走 走 走吧 走 来来 接受 这小子 真是快打仗的好料啊 上级决定 你的奖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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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对核心国作战英勇 上级决定 人民核心国同志 为核家湾新营营长 好 好 河尔山同志 担任新营营教导员的职位 好 好 这是上级的伟人状 好 好 小姐 你听 这什么 是喜鹊在叫啊 老人家说了 喜鹊枝头叫 好是天明道啊 这兵荒马乱的 能有什么好事 大小姐 大小姐 喜训 喜训啊 什么喜训 快说 大小姐 我这一路跑来 跑得我嗓子都冒烟了 你给我杯水姐姐渴呗 大小姐 别听她的 她能有什么好事啊 大小姐 这事跟核心国有关 跟核心国有关 小兰 倒水 什么事啊 核心国 结了小鬼子的物资立了功 你 八路君啊 正给她开表着大会呢 真的 你看大小姐 真有好事发生了 你去干嘛去啊 我出去一趟 刘青姐 我从小就特别爱吃肉 所以我今天 就给你带了我最爱吃的烧鸡 你尝尝 你尝尝 我记得我小时候 偷了我爹的钱 去给新国哥 买肉吃 结果被我爹给发现了 新国哥就说 那钱是他偷的 结果就被何老爷 掉到树上 暴打了一顿 小时候真好 无忧无虑的 也没有日本人 其实我觉得什么事吧 真的可以想开心 只要一吃肉 一喝酒 什么事情都忙 我请你 我再给你说个好消息 新国哥和小鬼子打仗 他打赢了 升官了 现在也做了营长 你九泉之下也该安心了吧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替你照顾好新国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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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你 我请你 把这封信交给宋司令 是 大叔 红花来了 怎么样 有事吗 今天正好去了一趟山上 打了些野味 你们打仗辛苦了 想给你们补补身体 都是你打的 对啊 费了不少子弹吧 我那枪法你还不相信呢 一枪毙命 红花呀 你说你枪法这么准 抗日的决心又这么大 我看你还是加入咱们八路军吧 真的假的 要是八路军肯要我的话 我肯定愿意参加 但是 你说我大罪不识几个 你们会要我吗 咱们八路军看中的不是这个 只要有抗日的决心 我们随时欢迎你加入 那一言为定 新国来了 二叔 何大营长 红花 你也来了 你看 红花给咱们带来了野味 让咱们补补身体 对了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什么呀 这个是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 什么呀 你还记得我最爱吃烧鸡啊 车怎么能忘了 为了给你买烧鸡啊 我从家里偷钱 没少替你背黑锅 什么叫做你替我背黑锅啊 我替你背的更多 要不是当时我觉得你将来能当大官 我才不让着你 行了行了赶紧吃吧 给 给你吃 你吃 吃 二叔你吃 二叔不喜欢吃 你多吃点吧 都不吃啊 跟我这么客气 那我吃了啊 嗯 抱住母村让他坐 不过总组 李俊生的炸弹已经制造完毕 嗯 是 这一句 你也跟我去一趟 把我的海巡汤 带过来 是 厉害啊 李俊生 挺苦啊 我想知道何子小姐 是否已经上了回美国的船 李俊生 我要送给你一份 惊喜的礼物 我不需要什么惊喜 我只想知道何子的消息 这份惊喜的礼物就是 你 墨村 你骗我 你答应过我会放何子的 你应该多谢我 我给你们制造了一个见面的机会 你这个卑鄙小人 我要杀了你 你打开 李俊生你命 你今天就可以和赫子小姐离开这里 真的是这样 我看你制造炸弹这么辛苦 还特地为你熬制了一碗海参汤 好吧 只要你把汤喝完 你就可以走了 你 最后再相信你一次 这上我先喝 你们都可以走 你怎么了合遂 合遂 合遂你怎么了合遂合遂 合遂 这事 你可瘋八蛋 你可瘋八蛋 辛苦了 我 我 你没事吧 葫花 你说这俊升跟合子 是不是应该也到上海了吧 他们离开观音河 有一段时间了 现在可能已经上船了 估计在海上飘着呢吧 我这几天呢 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这右眼就一直地跳 我这心里啊 总是忐忑不安的 你说 你说他俩 不能出什么意外吧 二婶你可别咒他俩 他们俩现在好着呢 这离美国那么远 你放心吧 等他们一到美国 肯定会给你写信的 你就别叹气了 那这样吧 我去给你打听一下 好吗 很快就回来 好 你快去快回啊 老爷 这都快天亮了 回去休息吧 你这样下去 拖垮了身体 少爷在天之灵 也不明目啊 你给我打盆水来 老爷 这大半夜的打水干什么 军生的脸脏了 我要给他擦干净 再让他上路 好 老爷 我这就去 老爷 军生 你小的时候 就想玩泥巴 每次回来 这个小脸啊 咋得跟小花猫一样 我呀 就像现在一样 一点 一点的给你擦干净 你还说了 我老了 不能动了 也会像现在一样 给我擦脸 和此啊 好闺女 虽然 你和军生 没有结婚 可是我呀 已经把你当作 李家的媳妇了 我感谢你啊 在美国的时候 你能照顾军生 现在好了 你们两个到了那边 好好地过日子啊 不会有人再拆散你们了 绝生 我 只要 儿子 可得好好带和子啊 不能委屈了人家呀 秘副老爷 有何夫妇 去写西田 西田 丧丽不办了 我要给军神和盒子 办一场婚礼 二婶 有消息来信了 可能是军神他们到美国了 说什么呀 二婶说什么呀 怎么了 怎么了 二婶 怎么了 二婶 你别哭啊 这心上说什么了 二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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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跟我哭啊 你不告诉我呀 军神 军神和盒子被日本人杀害了 你可爱见到的 这帮畜生 这帮畜生 你要干什么去 我要去杀了他们 不行 我们打不过日本人 你不能去呀 我去杀了他们 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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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 你不能去呀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怎么跟你四季的爹交代呀 军神 你答应我 我求求你 这帮畜生 我求求你 李会长 李会长 你还是病 没想到 先生和盒子两个孩子 性格如此刚毙 在我们这里自杀了 我知不知道 该如何向你交代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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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 与忠祖阁下无关 我来 是想拜托您一件事 是不是 是 是居生 和盒子的婚礼 是的 忠祖 虽然 这两个孩子已经过世了 但是 我还是想给他们不办一场婚礼 死去的人 死去的人 都可以办婚礼吗 在中国 这是一种习俗 叫 阴魂 李会长 我能帮什么忙吗 啊 众所阁下 中国人结婚 要有自己的父母长辈在场 过几天 就是正月十五了 是个好日子 和盒子小姐 是日本人 她的父母又不在 我想请您 作为她的长辈 来参加这场婚礼 送她最后一程 军生与盒子 一定可以收到 李会长的 良苦 用心 啊 那就劳烦中所阁下 到时候 一定要参加这场婚礼 李会长 你发信 当前 我一定觉识到 啊 多谢 告辞 请 嗯 嗯 你 儿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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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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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下难道就不怕 就是李不停式的一个圈套吗 李不停 这种软弱无能的人 能对我造成什么危险 当天 我们都带起人手 凡是任何情况 对李不停 杀武射 我倒想看看 这个李不停 能玩什么话呀 哇 花 老母 红花 牛二婶她怎么样了 若是急火攻心 需要好好静养一段时间 身体才能彻底恢复 她也是个苦命的女人 两个孩子都让日本人给杀了 你没事的时候多去陪陪她 对了 再跟厨房说一下 给她做点好吃的补补身子 你放心 我会照办的 这么晚了 你找我有事吗 龙母 咱们青龙寨 还是跟八路军联盟吧 现在那些小鬼子 在观音河上杀人如麻 无恶不作 又到处攻寨 我怕咱们要是不跟八路军合作 迟早有一天 青龙寨会被他们拿下的 现在咱们观音河 各方势力交错并测 但是 真正抗日的只有八路军 看来 咱们只有跟八路军走 才有出路啊 那您是同意 咱们跟八路军联盟吗 谁打鬼子 咱们青龙寨就跟谁走 好 明天一大早 我就去找何二叔 这个事啊 你得给我找的吧 千万不要张药 您放心 我知道 但是我现在唯一担心的 就是天虎那边 咱们青龙寨 是认理不认人 谁打鬼子 咱们就跟谁走 至于天虎那边 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会向他好好说的 空话 太好了 八路军随时欢迎你们青龙寨加入啊 二叔 我爹在临死前的遗愿 就是希望青龙寨 能够加入八路军 老斋主健在的时候 曾经跟我们取得过联系 他也表达了想加入八路军的意愿 可是后来 发生了一些变故 我们还望青龙寨的工作组 吐农遇害 老斋主也战死沙场 所以 八路军和青龙寨的合作 就宣告失败了 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还没有想明白 但是现在下定决心了 每个人在面对新鲜事物的时候 都难免抱有疑惑的态度 你们当时对八路军不够了解 心中有些疑惑 甚至不理解 这都是正常的 通过几场对日的作战 你对八路军 不就有新的认识了吗 是 我知道 只有八路军才能打鬼子 也只有八路军 才是替老百姓打天下的 好啊 红华 你明白这个道理就足够了 二叔 我有一个请求 现在青龙寨群龙无首 八路军 能不能尽快入住青龙寨 指挥工作 好 我这就向上级汇报 争取以最快的速度 入住青龙寨 二叔 你要的资料 新国 告诉你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红华 你跟他说 什么呀 青龙寨 要正式加入八路军了 真的 这真是个好消息啊 恭喜恭喜恭喜 新国 从现在开始 红华就跟你是战友了 你们可要 互相学习 互相帮助啊 红华 同志 欢迎你加入八路军 我就知道他要来这个 二叔 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吧 你能不能给我个官当当啊 哎呦 这个我可说了不算 这要看上级的批事啊 你这士兵都没当的就想当官呢 你都能当官 我为什么不能当官啊 新国 拿破仑不是说过吗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 红华 我相信 我相信只要你努力 你肯定能当上女将军 放心吧二叔 我将来一定能当上女大将军 绝对比你的官大 等等 你们这是想干嘛 连我都敢来 我看你们是活腻了 给我让开 红华姐 你就别为难兄弟们了 你要进要出都可以 可这几个春军装的 三藏架的没点头 我们可真不得放 对呀 青龙寨是谁当家 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是不是 正话同志 别冲动 你会好好说 小兄弟 麻烦您帮我们向你们的三当家 通禀一声 就说呀 我们是八路军工作组的 有事 要进寨见龙母 龙母是你们想见就能见的吗 我们是八路军工作组 八路军 胡话 什么时候跟八路交上朋友了 我是三当家的 连我都不让进 你真想一手遮天哪 我可没这意思 龙啊 现在呢 寨子里什么情况你我都清楚 要让这几个八路进了寨子 惹出什么事来 你我可都担待不起啊 这几位同志 是龙母让我请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可以去请示龙母 这种事就不要麻烦他老人家了 我替他做主了 请你们都回去吧 等等 本堂 干什么呢 娘 这 本堂 我还没老得让你替我做主的时候呢 娘 龙母 这几位就是八路军工作组的同志 龙母 红华 请归客进寨 是 请归客进寨 请 大哥 我是 我诚心跟我过不去 赵红华胆子太大了 这么大一件事居然没跟你商量 直接把八路军工作组带回来了 我才来这帮狗八路 万万不可 你要是一起用事杀了他们 那不是吧 八路军进入青龙寨留下口实了吗 那怎么办 啊 能怎么办 办法倒是有一个 说 趁他们还没有进入青龙寨 夺取青龙寨的控制权 你要是当了寨主 把他们赶出去 那还叫什么难事吗 对啊 我要是当这寨主 那青龙寨一切事物就我赵天虎管了 天虎兄弟 本堂大哥 你这是 为夺取青龙寨的寨主之位 不为八路军赤化 负责寨 我龙本堂 却辅佐天虎兄弟 夺取青龙寨的寨主之位 本堂大哥 本堂大哥 我们一起夺下青龙寨 青龙寨 以后就拜托给八路军了 老人家 您这是多虑了 八路军是帮助你们打鬼子的 不是来占领你们山寨的 咱们之间呢 是平等合作关系 根本不存在谁占领谁的问题 八路军壮士 请受老身一拜 老人家 您这是要折下我们这些晚辈啊 牛大哥 我代表青龙寨 感谢你们 青龙寨 八路军 咱们是一家人哪 一家人哪有不帮助一家人的道理啊 赵天虎 你这是想干嘛 带走八路军 你少在这儿犯魂啊 你赶紧给我说对 把钱放下 赵天虎 我想我们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误会 我们还是好好坐下来谈谈 把误会化解开 你他娘的算哪头算哪根从啊 我犯的都跟你谈吗 都带走 你再这样胡闹的话 我对你不客气啊 姐 你还是我姐吗 这八路军给你下什么迷回药了 你这么跟着他们 八路军有什么不好的 是他带领我们打鬼子 还是我们的安人 八路军的装备还没在山寨的好 要靠他们抗日 咱们中国早完了 赵天虎 你投出狂言 来人 把这逆子给我绑了 我他娘的看谁敢动 看你们的枪快 还是我的枪快 来人 有 把八路军给我带走 我姐 我龙母 把劲 赵天虎 来人 全部都给我拿下 是 是 大大小姐 请啊 好 走 走 大家都安静一下啊 咱们青龙寨的老少爷们今天呢把大家聚到这儿是因为我们天虎兄弟有话要对大家说 天虎有什么事情你就赶紧说吧 阿娜还有好几十匹马等着喂的 对啊 对啊 这咱们家还有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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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虎 有话说有批发吗 你放钱耍微风吓我谁呢 你放钱耍微风吓我谁呢 咱青龙寨老少爷们儿 咱青龙寨老少爷们儿 哪个没见过枪子没听过枪响啊 没听过枪响啊 我再说一遍 各位 自从我爹死后 咱们青龙寨就没了主心虎 寨外的各方势力 像豺狼虎豹看肥肉似的 牙的没牙的都想咬成一口 我想问 当年明镇关一河 丢取十八万的青龙寨 怎么落到如此地步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寨主 是 是 对 我们青龙寨 要想重振往日的威风 今天 必须要选出一个新寨主 对 你成故意 大寨主过世后 那新寨主 就应该是天虎兄弟的 那照你这意思 大寨主的位子还该是红花的 是啊 红花是女孩子 她如果当了寨主 以后出嫁了 咱们青龙寨整个都成了家人 她不能当寨主 天虎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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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青龙令 谁都无权指挥青龙寨 我宣布 青龙令作废 所有法治 重新定夺 朝天宫 你还是个青龙寨的人 令和债规 是你想废就能废的吧 要债规 你已经犯了夺权篡位的大罪 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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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王法 谁敢作乱 一律相毙 大小姐 您就别出去了 有什么事 可以直接吩咐我们 闪开 不然我开枪打死你们 大小姐 您就是打死我 我也不能放您出去啊 好 那我就打死我自己 我看你们怎么向我弟弟赵天虎交代 别别别 大小姐 别别别 快快快 您请 您请 上名可都交代了啊 放跑了他 咱俩可都吃不了兜着走 那你傻了吧 他死了 咱俩还能活得成吗 那你说咋办呀 你说咋办 到时候 上头要是怪罪下来 咱俩就说是 大小姐 咱俩给打晕了 还能咋办 装晕呗 装晕呗 呃 呃 呃 那是哈 那是哈 那是 你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 他救过你的命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 勾结八路军 处战青龙寨 排挤自己的亲弟 你的良心才被狗吃了 青龙寨联盟八路军 是爹临死之前的遗愿 不可能 爹救我这么一个儿子 他不可能不把青龙寨给我 开啊 赵天虎 走 是 关起来 走 英雄战 我情罪浮舍 都说岁月无痕 雪过天年乱 多少难舍的温柔 都归宝 都归于一生叹息 爱恨分明 快意恩仇 任天边风起云涌 这宝宝 这宝宝 迷满的光影 惹太阳 太阳了 从这就 他都归宝 来 难不疑 地上 乡车上河大地 尘埃落定黄芜茫 因为有你相伴我愿意 这笑颜弥漫的光影 蹉跎了流年 尘埃落定黄芜茫 因为有你相伴我愿意